大家好,我是龚命铭,又见面了 上一期我们讲了如何在不烧油的情况下构造喷气引擎 本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突破试用范围的奇葩 前面提到过功率低于300马力或者时速低于300公里每小时的飞机 就会优先选择活塞引擎,否则选择涡轮引擎 中国有一句话,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就有个长得像个蛋的飞机,Auto Cellular 500L 做了不同的选择,不但长相奇怪,这飞机还有许多奇怪的地方 第一期,螺旋桨在后方推动飞机 而不是像大部分飞机那样,是螺旋桨拉动飞机 第二期,用的是个550马力的柴油活塞引擎 第三期,它的百公里油耗只有9.4到13.1升 和普通轿车差不多,载客量是6人 第四期,其他轻型飞机速度基本都低于300千米每小时 而它却到了740千米每小时,大概0.6马赫 第五期,其他轻型飞机航程基本都小于4000公里 而它却到了8300公里,比波音737 MAX还要长得多 第六期,其他这个航程的飞机都至少有两个引擎 一个故障了,还有另一个可以顶一阵子 但它却只有一个引擎,遇到故障的话只能靠滑翔 你想想看,做一个轻型飞机只有一个烧柴油的活塞引擎 从北京起飞,一直可以飞十几个小时到巴黎 这完全颠覆了轻型飞机的概念 前面提到过,螺旋桨在超过0.6马赫的时候会出现效率下降 那么,有比这个飞得更快的螺旋桨飞机吗?有啊 第二期的时候,提到的二战战斗机P51 虽然只是直立活塞引擎,甚至不是新型引擎 但速度也能达到700千米每小时以上 有一架1944年产的P51被改装成竞速飞机,名叫Voodoo 在2017年飞出了855.41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超过0.6马赫不少 这是目前直立活塞引擎的平飞速度记录 要更快,活塞引擎就不够用了,得看我讲 在第三期视频里,我们提到了活塞螺旋桨和涡轮螺旋桨的区别 没看过或者忘记的话,可以回顾一下那一期 苏联对螺旋桨真的是非常执着 硬生生设计出最高速度达到925千米每小时 约0.75马赫的图95 上期讲的图95LAL核动力实验机就是从它改装而来的 这已经超过了螺旋桨的自由范围不少了 到了更适合涡扇的速度 图95的螺旋桨是同轴反转的,半径很大 耗的是很低的转速来防止液间超过音速 但代价就是低频噪声超大 在低空飞行的时候甚至可以被水下反潜声纳系统听到 成为唯一一架能被声纳捕捉到的飞机 以前的视频提到过涡扇和涡桨的原理 但没有提为什么超过0.6马赫涡桨的效率会显著下降 是时候增加这个知识点了 当速度快起来之后,螺旋桨就得小心 如果旋转速度太快或者半径太大 和飞行器的速度一合成,就会出现液间超过音速而产生激波 带来阻力激增 螺旋桨的液片是直的,很厚 因为旋转的关系,液根的部分,线速度又远远低于液间 结果就是,如果速度太快,螺旋桨上的同一液片 有的地方已经超过音速,有的地方还不到 可想而知,受到的阻力分布会有多扭曲 涡扇则没有这个问题 它有近期到再调整气流,受飞行器速度影响较小 而且涡扇的液片很薄,后略翼的形状可以延迟激波的出现 所以涡扇的液间即便速度超过音速一点也没有关系 正因为螺旋桨往往要考虑液间不能超音速 限制了螺旋桨飞机的速度 那么如果用更好的材料和形状改善螺旋桨 使其能承受部分超音速会怎么样呢 这就得看XF84H 它的设计处众就是研究可以突破音障的高速螺旋桨 把原本F84的窝喷,硬生生换成窝甲 在实验中达到过840千米每小时的0.7马克 最奇葩之处在于,XF84H一旦启动 螺旋桨的液间总是超过音速的 以至于即便飞机是在跑道上处于静止状态 螺旋桨也会发出震儿欲动的音爆 40公里外都能听到 在50年代,窝喷刚出现 可耗性不够,油耗巨大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各家都坐过窝喷和螺旋桨 来进行螺旋桨在高速飞行中的实验 在平飞的时候,它能到0.9马赫 俯冲的时候可以到达音速,成为最快的有螺旋桨的飞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靠负荷动力来大力出奇迹的货 是50年代的轰炸机B36 上一期提到过它的核动力版本MB36H 这里说的是它的普通版本B36D 首先,它有10个引擎 是有史以来量场飞机里最多的 其中6个是新型活塞引擎 4个是窝喷 同样打算混合使用 不需要高速或者大推力的时候 可以关掉窝喷 即便光看它的活塞引擎,也已经是个奇葩了 这引擎叫R4360 是个28气缸的活塞引擎 一层有7个活塞,新型排列,一共4层 以一定的角度旋转交错 让一面的风可以尽量吹到气缸 它的排量超过了71升 功率3800马力 庞然大物有没有 如果涡轮引擎有那么多好处 能不能用于地面的交通工具呢 有啊,克莱斯勒在60年代就推出过 涡轮引擎的概念车 名字很直白 叫Turban Car 前面提到过 涡轮引擎在怠速油耗 氮氧化物排放 维修能力 油门响应都很成问题 因此这个车只是停留在概念车阶段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涡轮车 在2010年巴黎车展上 捷豹也推出过一个概念车CX75 相对来说就聪明得多了 涡轮引擎仅仅用于发电 然后用电动机驱动车轮 是个混合动力 因为涡轮只是匀速旋转用来发电 所以不会有带速油耗和油门响应问题 它还在2015年的007电影里出镜过 但由于涡轮引擎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 反而造成价格极高和排放超标 在生产的6辆用于概念和研发后就停止了 民用车的路子走不通 那比赛用的呢 有的 MTT涡轮超级摩托车就是这样 它的引擎是个来自于直升机的涡轴 Allison 250 C20B 有420马力 还有60年代的赛车Holmat TX 成为唯一一辆用涡轮引擎还赢得比赛的车 在地面速度记录方面 就有不少用涡轮引擎的 因为那些车唯一存在的目的就是速度 比如目前轮式驱动的记录保持者 Bluebird CN7 在1964年创下了648.73千米每小时的记录 用的是一个4000马力的涡轴引擎 更快就不能靠车轮驱动 得通过涡喷或者涡扇推进了 现在获得承认的这块记录来自于SUS的SSC 用了两个低彭通比涡扇RR-Spray 在1997年创下了1227.986千米每小时的记录 第一次在地面上突破了硬仗 既然提到了速度 那么大气层内速度最快的可操控飞行器又是什么呢 是载入阶段的航天飞机 超过28000千米每小时 大于25马赫 这时候航天飞机是没有动力的 处于滑翔阶段 那是什么引擎把航天飞机带到太空 让它在返回的时候有如此高的速度呢 本系列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去我将开启一个新的系列 会介绍有能力飞得更高 飞得更快 飞出大气层 冲向宇宙的航天引擎 欢迎继续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